岳飞当时死的时候 民间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一步满江红把岳飞带火了 大家都赞美岳飞是民族英雄 可是当时并不是这样 当时岳飞死的时候 民间的老百姓 杭州的老百姓就跟傻叉一样 上街游行去骂岳飞 还给高宗赵构送匾额 上边写八个大字 慧眼如炬 明辩中间 岳飞当了好多年的通敌卖国的民族 败类形象之后 到了宋孝宗的时候 才得以平渊昭雪 宋孝宗一声令下 把岳飞的故事广而告知 老百姓这才上街 又是流鼻的 又是抹眼泪的 又是感谢朝廷神目如电 得以昭雪 又是编程戏曲 又是编程评书 那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 满江红的故事 这才得以流传至今 你说万一平反不了 民间岂不是又多一个罕见吗 那这么看来老百姓的眼睛真的是雪亮的吗 那还不是人家怎么说你怎么听啊 历史也就那么回事 我是大嘴 欢迎评论 感谢关注 谢谢您的帮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